好 另外来看到年底一接近 很多上班族就特别关心说 今年的年终奖金几个月 很多人说不要讲几个月了 有年终都不错了 很多人说不要讲年终了 有工作都不错了 这时候看到这个消息 真的是会觉得 哇 这么巨大的年终奖金 我们说现在乐活风 还有节能减碳风一吹 这个脚踏车卖得超好 对不对 全球自行车龙头巨大期限 据说今年年终奖金 有的人甚至可以上看23个月 还有另外一家美利达 那么自行车也是年终加分红 有的人可以一拿拿18个月 在生产区里等待组装的自行车 全线满线 就为了要供应源源不绝的订单 一千多名的作业员 各个好忙碌 尤其年关近了 工作量加倍 但是看到他们越做越起劲 因为外传 今年的年终奖金 有机会拿到23个月 实在让人好期待 这家自行车龙头巨大惊险 业绩节节高升 年终奖金也献上许多人 以一般基层员工来说 工作满一年年终三到五个月 工作满两年年终六个月以上 如果工作满五年年终就可能达到23个月 巨大董事长刘金彪笑容藏不住 说绝对不会亏待员工 我希望给员工多一点分红 这个都是我们每年都是希望这样子 不是今年特别 今年会比较多 理论上应该会比较多 另外美丽达自行车也不遑多让 除了绩效奖金每月发放之外 年终每人一到三个月不等 今年八百多名的员工 还可以分红一亿多元的红利 全球自行车的热潮 使得这类的传统产业搬红 更让员工的年终三级跳 让大家好羡慕 科学人士员徐一林台中采访报道